老底各位亲爱的小老底老铁门哥来了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这个支架 手机的支架 那这个是在苹果官网买的 go stand 它是给iphone用的 然后这个手机支架是还蛮高级的 它这个elevation lab的这个品牌 然后它的特色是 它可以很多很多个角度 很多个角度去调整你的手机 所以它这个支架是有功能性的 然后一般像比如说疫情啊 有人你在家里啊 你没有ipad的 你都用手机在跟人家视讯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 然后它可以做运动啊 打电动啊 或者是什么飞机长途的时候 可以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可以看啊 或让你去追剧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来看看 但是它这个东西价格就比较高了 这个价格大概是650块左右吧 但是它这个品质 这苹果官方的网站买的 它这个一定是很好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就哇 这个质感就非常好 它是一个这样的支架 然后这边可以这样抽起来 抽起来以后这个就可以拿起来 好那我们这个盒子 盒子这个看起来蛮酷的 好那就收起来 所以它的支架就是这样子 ELEVATION LAB的这一个公司 然后我现在摸它下面这边是有点像那种 有一点软就是 它下面这一个塑胶它是软的哦 就是比较软一点的材质 但是也不是很软 就是说它摸起来 哇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有稍微外层好像有一层那种 塑料那种的感觉 然后上面的话这种是比较硬的塑胶 上面这个就是硬的塑胶 那下面这一层就比较软 那这一个的感觉就是说它有那个 指滑的效果 所以它下面这一个塑胶不是滑的 它是有一点它用一层那种指滑的感觉 然后它也是这样可以打开 然后它上面这个是有按钮 那上面这个是有这种按钮 所以你这个按钮按下去 按住的话就可以这样推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这边做调整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按钮嘛 你这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 回来的话比较难弄啦 回来的话就是要两只手 那你如果要往前推的话 就一只手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两个都是一样的距离 我建议你是两只手 一只手按住就两块合起来一起推出来 这样子 它就会一起跑出来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 我们一般我现在因为 用手机在拍我就用手机壳给你们看 你一般啊就是你在放 用这样透明的也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一般的话 你有的买那种普通的支架 它会有只会固定的角度 那你现在买这种支架呢 比如说你要它斜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 你如果要让它斜一点的话 我们就把它推进来一点 把它推到底 所以我这样打开的话 它就可以比较斜 它放起来就会 它的这个斜的角度就会比较平 这样你就可以去调整说 我要看似要什么样的角度 然后它如果是靠近一点 也可以直立的 就是直立的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横的 所以这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手机壳很厚很大的 它这个那么大 所以你这个手机壳都不用担心以外 你还可以调整它的角度 如果你想要它立 就是要直立一点 你就把它往外推一点 这个按钮把它按住往外推一点 那我这样放的话 你看它就是它的那个角度就会 立起来就是会更 更垂直 然后就方便你去做调整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就很不错 它当然它这个就比较贵 就是价格就比较高 它就是要650块 然后它这个底部这个是有做 这种是有直滑 它这个塑胶是直滑的 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就不错 然后跟你们比较一下就是说 一般你去买可能会买到这种 这个一个50块而已 这个50块 这个650块 那当然啦 就是差别就在说 这种50块的就是比较便宜以外 就是它的这个口就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这个打开的话 你再放 它的角度就永远是固定的 它的角度就不能做调整 还有就是如果你比较大的这个手机壳 它这个可能就放不进去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说 你这个手机壳的大小 如果你装那种很厚的 可能这种就装不掉 可是一般的话 这个其实就都可以了 这50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是 你的经济够 然后又有特别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因为这可以做调整 那我们来稍微测一下 这两个的重量 看差别是怎样 然后这个好像也比较长一点 我们等下用那个尺来量看看 50块的就是15克左右 15克 归零一下 重来 15克 大概15.3克左右 15.3 15.4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支 这支就大概28了 这支就比它多快一倍了 这个稍重 这个大概28 28 然后我们刚才有讲那个尺 我们用尺来量看看 这个的话 这个多长 再来 这个大概12公分左右 那我们看这支 我觉得这个尺好像不是这样量的 但是没关系啦 好玩啦 好不好 这个大概7公分 我懒得去拿尺来量啦 用这个量就好了 这个应该是夹厚度的 应该不是这样量的 这个大概11公分 所以这个大概比它高 多1公分左右 多1公分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厚度 这个厚度大概9mm 看一下这个厚度 这个6mm 所以难怪这个就会比较轻 所以就是再讲一遍就是说 如果你就是便宜 然后轻便就是选这个 但是 这个就是要注意说 如果你的手机很厚的 这可能就不能弄 而且它角度可能就是固定的 那这个的话当然是 比较贵了 但是 它就是 角度更多以外就是 当然拿这个品质就更好了 又有防滑的作用 这个是硬的这种 像那种PC那种硬的塑胶 然后下面这种塑胶是 有点软的有止滑的作用 所以今天就是推荐这一个 这个不错 我觉得说如果 你钱够的话就是买这一个 这个叫做 GOLD STAND 然后它是 那是什么 ELEVATION LAB的这一个 这个公司 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 手机立架 好 那今天就推荐到这啰